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互動啊 那投影片的那個title我沒有改到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互動有 在Edge裡面的互動有三種行為 那分別是 今天跟大家講的就是這個 Edge運勢 然後Triggers跟Levels這三個 那透過這三個呢 可以讓我們來控制時間軸的移動 那其實互動 怎麼樣做到互動呢 重點就是我們透過 Edge裡面的這個ations啊 它有提供很多互動的行為 那透過這個互動的行為呢 你主要控制的是控制時間軸 要從哪個點開始播 好其實它的概念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有幾個章節 第一個是Stage的ation 然後還有元素的還有timer的 那它裡面有分成Trigger跟Level 這兩個的不同 然後還有滑鼠游標的一個 使用跟切換 還有程式碼的這個panel 好還有Edge的Event的部分 那簡單跟大家講 這個部分喔就是 就是你把它想 你如果之前都對這個 不是很熟悉的同學啊 還是對程式你看到就頭痛的同學 那你不要用程式的想法去想它 你把它用動作的方式去想它 因為我們基本上很少 基本上你用Edge 你如果不是要太複雜功能 我們是不需要寫到任何程式的 好然後呢 裡面有幾個概念喔 這幾個名詞 請大家慢慢的理解一下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事件 好事件的意思就是 大家對事件的定義清楚嗎 比如說我今天8點10分 要到這邊來上課 8點10分啊這個就是一個事件 因為我這個事件到了我要做一些事情 那至於做什麼事情呢 我是不是要到教室來上課 好下面就有這幾個部分 好你可能第一個 當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就是8點10分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呢 我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就是要到教室來上課 所以這邊就會有很多的TAB 就是你已經套用的這個事件 比如說我要到這個圖書館 地下兒樓來上課 這個就是你的一個事件 好就是事件發生的這個方法 那到指定到比如說我到圖書館 地下兒樓來上課 那至於要上什麼課的內容啊 就是在這個裡面去呈現 好所以在Edge裡面呢 他有提供了很多種的行為 就是說我這個事件發生之後呢 我要做什麼事情 好都是事件發生做什麼事情 發生做什麼事情 好所以所有的互動的行為就是在 你怎樣去抓到 發生什麼點然後接下來做什麼事情 好其實他的概念就這樣子而已 那我等一下會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那我會再反覆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幾個部分 所以第一個呢 如果我們希望在場景裡面啊 套上一些互動的行為的話 怎麼樣去做呢 第一個就是說我希望在使用者 按下空白鍵的時候呢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空白鍵啊 你可能要指定到誰嗎 我要對誰按空白鍵嗎 那如果是不限對象的話呢 就會被歸到場景上面 所以場景它是一個最大項 就是說你場景裡面會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在裡面 好那如果你不希望特定到某個元素上面的話 你要全部的場景 只要在這個場景裡面的都套用這個事件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場景裡面去增加時間 那我們來跟大家示範一下這個部分 好一樣喔就是你另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呢請你就直接先存了 那存的時候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CH07嘛 所以就請你建一個CH07的目錄 好那建完CH07的目錄的時候呢 那個檔案的名稱呢 請大家都是改成index 好那改成index的目的就是 你打那個網址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打後面的index.html了 那主機位置都幫你找這個檔案 你就不需要把網址設的那麼長 好所以呢請大家記得檔案名稱呢 就叫index 然後建在一個CH07的目錄 等一下就是把整個把它傳上去就好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跟大家講的事件啊 就是說我今天呢假設我現在畫面上有 三個東西好了 好假設我拉到三個矩形 我拉到三個矩形的時候呢 比如說我要對他做動作的時候呢 他自己本身啊按鈕間會有一個action 好那對他而言呢 跟他的一些互動呢一樣在他按鈕間呢 會有他自己的action 那我們現在做的空白鍵呢 我希望是針對這個場景上面的所有的內容的話 那就是請你呢切到stage這邊來 好stage這邊左邊這邊會有一個這個符號啊 你可以從這邊去開啟 你也可以從 這個property這邊 好property這邊你把它拉開來 這裡呢也會有一個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其實在任何地方都會看得到 其實都是在講同一件事情 好你可以自己就近呢自己去找 好你可以在這邊按這個去開 或者是按這個property這邊 右邊也會有這個action這邊好去開他 東西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跟大家先講一下從property這邊開啟 好所以呢我們現在要針對說 我按空白鍵的時候呢我要做一些事情嘛 我就可以這樣做就是 點下來之後呢你會看到這個這個視窗 他的對象呢是在stage上面 好那套用剛才講的就是說 我我現在呢是8點10分 我要來到這邊來這間教室 那8點10分就是一個事件 那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按下空白鍵的時候呢 我要做一些事情 那請問一下事件是什麼 是不是按下空白鍵的時候 那你就要找一下他對應的方法 那這之後我們再慢慢跟大家講 所以裡面就會有一個這個keydown keydown指的就是鍵盤按下去的時候 那他沒有規範你說你是按哪一個鍵啊 所以你只要是鍵盤按下去的時候呢 他都會去觸發這個keydown的事件 好所以呢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就是我keydown按下去的時候呢 你套用的事件就會出現在上面的這個分頁這邊 好那這邊呢有一個32啊 32代表就是空白鍵的編碼 就是說你現在畫面上的任何的一個鍵上面呢都會有一個編號 好那空白鍵的編號呢剛好是32 所以呢如果呢你現在按下去的鍵啊是32 就是空白鍵的話呢你要做什麼事情 好比如說我這邊呢我把它play到 第2秒的位置 好2000毫秒就是2秒啊 就是我要播放到2000毫秒的位置 好那你這樣設完之後呢就可以把這個關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時間左右 2000毫秒就是在這個2秒這個地方 那我增加一個 這個移動的動畫在這邊齁 好我們把這個打上來 好就是這個時間走從0秒1秒然後2秒 那2秒之後呢這個位置呢我把它往下拉了 好所以呢當我按下空白鍵的時候呢 它會直接把這個時間軸啊直接跳到2秒的這個位置 好懂這意思嗎所以我們剛才在做的這個 這個所有的行為啊其實都是在控制這一條線 怎樣去播 好那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我希望這個時間軸是停止的 我先自行一下給大家看喔 好你發現它時間一直過嘛 所以它是有播放兩秒之後它就自己跳下來了 可是我希望我是按下空白鍵之後 才去播這個動畫的動作 那這時候呢我們很常用的這個地方啊就是這一個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呢我們這邊有一個這個 叫做區隔的東西 好在地底秒的時候就是我希望我一自行起來的時候 這個時間軸它會自動開始播 那我希望它不要播因為我要按空白鍵的時候 把這一個時間軸自動從0秒跳到2秒 好這時候呢我們就必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把時間停下來就是STOP BRAID呢就是控制時間軸播的位置 然後STOP就是把時間軸停下來 所以這個東西呢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的時間軸是不會動的 就是說它就是停在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那我按下空白鍵的時候呢 這個時間軸啊會直接跳到2秒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來執行一下 好1秒2秒3秒它沒有動 因為時間軸我已經把它停止了 那我按下空白鍵的時候呢 它會直接跳到2秒這個位置 好那因為這個互動的行為啊 你必須要執行起來才看得到 如果你在這邊直接播它是不會撩你的 好你會發現它就這樣播完了 好所以你要測試這個A型的部分呢 請你按下 File這邊 有一個 好這個 好這個 這邊有一個 Review in Browse這個地方 或者是你按下 Ctrl加Enter 好就是可以直接把它撥到外面來 這樣子呢你按空白鍵 你的互動行為才會做 OK 好那這個呢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如果今天呢要做一件事情的話 概念就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事件嘛 那事件這邊呢就是 我按下鍵盤的時候會做這件事情 那32呢是我們空白鍵的編號 好所以它就有提供很多種不同的屬性 那我大概先解釋一下好了 就是你這個東西你之後慢慢做多你就知道了 好 這邊有幾個就是 第一個這個是 CompositionReady呢就是 你的場景啊載入完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用這一個 那這個Scroller就是你捲軸在捲動的時候呢 要做什麼事情 第三個呢就是這個KeyDown 就是你鍵盤按下去的時候呢 要做什麼事情 那KeyUp呢是 我們鍵盤是不是有下去跟放開嗎 那Down呢是按下去的時候 那Up呢是你鬆開鍵盤的時候 好做的事情 那這個呢是 ORRENTY的這個 那個方向的變更的時候 你要做的事情 然後畫面如果有 resize的話就是 大小變更的話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如果有一些錯誤訊息的話 你要做什麼 前面這個區塊是比較跟鍵盤有關的 那下面這邊呢是跟滑鼠有關係的 就是滑鼠 你左鍵按下Click之後呢 要做的事情 DbClick呢就是 你按下雙擊兩下滑鼠的時候做的事情 然後這個MouseOver呢就是你滑鼠移到那一個上面的時候呢做的事情 那MouseDown呢是你滑鼠一直按著的時候 就是你左鍵一直按下去沒有鬆開的時候做的事情 那MouseMove呢就是你按下去之後在滑動過程中做的事情 Up就是你滑鼠左鍵鬆開的那個時候做的事情 那MouseOut呢就是你移開你的對象的時候做的事情 好所以這個區塊是屬於滑鼠的 那這邊呢是屬於觸碰式的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做好的東西啊 你要發布在平板上面的話 你要去偵測一些手勢的行為的時候 總共有三個就是 你開始 Touch到你的Panel的時候啊 就是那個平板的畫面的時候出發 然後在上面移動的時候呢要做的事情 跟移動結束的時候呢做的事情 好所以 如果你之後專題啊或是其他的一些應用 你可能要在平板上面做一些互動的一些動畫 好就是你可能做一個互動的電子書 那上面可能會播放簡單的動畫 然後有些互動的行為就可以透過這個Touch去做 那其他的可能就比較偏程式面喔 那之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來自己研究一下這個部分 好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帶大家簡單的認識一下這個關聯啊 就是這樣子就是我按下鍵盤的時候呢 我希望做一些事情 那做什麼事情呢 那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右邊這邊有預設好的一些行為 讓你去學 你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好 那這個是我們Action的概念